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二凌晨,歐國聯聯賽A組展開多場比賽 其中A組的克羅地亞會主場迎戰葡萄牙 葡萄牙在歐國聯小組賽至今表現不錯 頭五輪取勝四場合一場 攻守兼備,金仗作客近兩仗不勝的克羅地亞 葡萄牙應該有力贏了 先說回克羅地亞 在2020和2024世界盃分別取得亞軍和貴軍之後 多年以來陣容班戴有點老化 摩特利、卡拉馬力和比列石等球員都超過30歲 已經不在巔峰狀態 加上國內有實力年輕的才進也不多 所以現時球隊的競爭力是有限 但仔細留意克羅地亞今屆歐國聯小組賽的表現 是一般,頭五輪取勝兩場合一場,輸兩場有7分 上輪零比一不敵蘇格蘭之後 處於兩輪小組賽不勝,士氣有點影響 加上小組賽首循環面對葡萄牙落敗,金仗回斯主場再戰對手 克羅地亞的贏面依然不高 葡萄牙方面實力強勁,今屆歐國聯小組賽發揮出色 頭五輪取勝四場合一場,有13分已提前出選 上輪五比一大勝波蘭之後,對內好像 斯朗拿到坡奴弘菲蘭迪斯、貝拿到斯華等 人都提前回到大家的球會裏面 但對內依然有拉菲爾利亞奧、菲拉拿和菲力斯 所以葡萄牙依然是具競爭力 對於他們有利的是最近三次歐國聯 面對克羅地亞全部贏球,進攻強勁一共入九球 所以為金仗出戰,亦有很大機會可以贏球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猶如置身現場,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有利的基地,用力支援的 是有利的基地,用力支援的 封面對任何時,為了在此,金仁股